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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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槍槍三人行哎呀你看我又把美女给你请的对和尚没有什么功效 哈哈哈哈 哎但是我们应该有共同关心的话题是吧 咱们公司啊有几个这个微博狂 纷纷建议说你要你要聊这个最近微博上就是微微博大战微博大战呃你知道就是有名有姓的当当网有一个那个头叫李国庆是是是吧好像他跟他老婆还有点什么当然他跟他老婆有点关系对吧反正呢这个这个就说这这场骂战被称为就说当当网李国庆跟大魔女是战你说是不是女性骂赢了呢你这样一般都认为他他他他他 他道歉了所以是女性显然在骂人的艺术上面还是这个这个对 你不要惹女人 我我从来跟女的低违顺眼的我跟你说这这次大家基本评价就是说男的决别跟女的吵架这是得到了这么一至少有这么一个教训啊是是是但是呢这个事啊让人一勇三叹都是在微博上进行的你知道吗而且这个事到后来就闹大了因为你会发现呢不是个人行为我老早就跟他们说呀玩微博的人是不是有一种厌 眼耳道零的心理你又觉得好像资格挺自由这是我个人的什么什么一个私人的一个东西可是谁傻的都知道有众人为官的吗是而且那你看你很多你个人行为你比如说这个事儿这个当当网的李国庆大约是对他这个上市啊 他们要上市要通过摩根斯丹利这种哎紫墨原来也是摩根斯也算大魔女其实就是紫墨退役大魔女对没错啊然后呢他通过摩根斯丹利在美国上市大概他是对这个摩根斯丹利对他们的操作有些不满 所以就自称我在微博上是虚构一个摇滚歌词嗯但是摇滚歌词里骂的那家伙就是性行为都骂出来了对吧好 激脑了那边乡的大魔女大魔女开始也是微博的这个身份是出来好家你骂就就你就知道这女性啊你骂一句我十句等着你呢就骂的那叫一个就是脏了咱就不不一一引用了反正我都详细阅读了啊这个非常有趣啊反正就骂骂骂骂骂骂到最后我为什么说就是出来了好李国庆好像也出来表示道歉了吧因为当当网也发了一个公告 就是那意思就是他的这么个公司的个人行为呃不会影响不希望大家不要影响大家的单单往买书我们是两回事要分割开摩根斯丹利那边也说了说这是就是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不能这么骂而且说我们调查过了这应该不是我们的员工嗯可是呢咱这就不知道了网上马上就人肉出来了有名有姓有职位说这这这这就是大魔的一个谁谁谁谁谁 嗯所以现在这么一个情况不过其实是很反常的就是你一个要上市的或已经上了市的公司跟一个当初安排你上市的中介商一个投行啊这么公开的骂战啊在整个市场上都很罕见嗯直端罕见因为这种行为是对大家都不好的你首先比如说你说当当一个上市公司你透过大魔上市然后你今天这么去骂他的话那你以后任何的融资的财政的计划别的 投行跟你的关系或市场对你的看法会很有影响而大魔要是真有这么一个人还真是大魔里面出来你的比方说是曾子墨的师妹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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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出来这么搞的话那人家也会对你印象很糟所以这是整件事是非常不正常我觉得这很可能是两件事第一个李国庆他显然这件事情大家已经酝酿很久了大家在思想这个气呀实在不知道找谁发所以他觉得在微博上可能也就知道众人为观所以我想寻求的是 他以为他这样讲出来会有人支持他如果我有名义的力量的话呢我就要把你摩根史丹利搞的就是没有不是名义所趋了但是他没有想到说哎这个对方是这么样的一个反击而且网友显然并不是见得站在他这一边这是一个他可能估错了方向我觉得第二件事情大魔女其实从头也是个匿名的我李国庆还是他还是有被认真他是一个真名的身份你在明处人家在暗处我大就像现在摩根史丹利说大可也说这不是我的人但是我还是把你 记得所有底都把它掀出来了所以一个是明的在暗所以显成变成这么大的一个而且就是到后来就我看李国庆采取的措施啊他除了这个歌词里之外他后来他这个也是说就是说后来他说我没有回嘛他显然可能采取了一个就是说后来他也跟这个大魔女降嘴对吧但是呢他尽量不用脏事对吧反正就是哎但是我是我我认真为什么我认真阅读啊我就发现要不说这个古人说不是不是现代人也说家丑不可外扬嘛对啊 基本一骂出来啊你会把你们之间的很多底啊都骂出来而让我们去揣测因为呢都是语焉不详好你看微博的这种交流很有意思我们电视台不能这么说话比如说我们要说一个事我们必须先跟观众介绍一下是这样两年前我跟这个又婷我们那个有过什么关系所以今天我们说的是这个事但是微博是不交代背景的直言其事这个引起了最大的猜测心比如说这大魔女 又扯出什么李国庆的老婆这让我就恒生好奇我这事里边李国庆的老婆又是干什么的嗯好像跟这个上市很有关系对吧当然当然他老婆是高尘嘛是吧当然然后呢他俩一起拜又骂说什么什么什么吃晚饭的你知道吗就让人恒生遐想这个东西你这个也是人生攻击那么另一方面你知道吗让我这个爱钱的主我我一下子知道我现在在搞什么资本游戏呢哦我就想到了 身边很多朋友也在做网站你是没有网站打包上市要通过一个或者高盛也好或者摩根斯丹里就说哎你看他在美国上市一上市你看他们之间的这个争议我学了好多知识比如说这个投行给你定什么价这玩意是个两难比如说你想李国庆可能嫌的你给我订低了嗯订低了那么这一发发布出去我赚的钱就不多了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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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金集资就少了 可是他们说也有一半的概率定高了就跌破了对吧 你又不值那么多钱跌破了怎么办 所以这个里头我就觉得他们在玩这个钱的游戏是怎么玩的 但这个矛盾太常见了也是 但也没这么闹的 因为几乎所有上市刚新上市的公司都嫌投行给他定的低 你知道吗 几乎都是这样就是所以显然大家现在想搞上市的时候有个心态就是我得要捞一笔 就是我希望那个资金是要 是我是有个高期待就是说我需要很大一笔的资金 所以它不是去反映出我公司实际的价格 而是我希望远远超出我公司的价格 所以大家把IPO赏成是一个赚钱 而不是说让我的公司有一个起点 开始慢慢往上发展 我现在看当当网如果照我们刚刚看他们的对骂过程中 显然我们跟沈奈琳认为当当网的这个业绩 并不是照他们给出来的报表这么漂亮 是吧 照他们上面讲 我不知道实际啊 照骂这样的内容讲 对 那通常在IPO的这个经济学里面 你要IPO是一个企业 你要往前发展 你其实已经是往上 这个企业是有远景的 你才会IPO 因为大家会才会买你的股票 你可以有更多的钱 你可以扩张 但如果照这个大魔女说法 当然是个要往下的企业 但是你却在帮她IPO 那这样傻了 那股民如果真的相信买了 看到你的票表 学的我是我的钱啊 那你们是高层领了股票 卖了转卖 你就辞职 大家退休很爽了 那我就被套牢在这里了 这就是现在整个这个金钱游戏最讨厌 你知道我现在觉得啊 这是个关系的全世界人类发展未来的问题 为什么 咱们太傻了 你知道吗 我自己就反思啊 我身边的一些人 他们怎么就成人精啊 我就他就是我们这种老老实实干活挣钱 真是嗷了 就不是这个是年代了 他们给我讲啊 就是说你现在玩这个 比如说很多网站呢 这种叫市盈率 那天就有人给我讲说这是什么概念呢 现在这个年代 只有概念才能赚钱 赚大钱 这就是某种意义上理解 你预知了你这个公司啊 未来50年的愿景 就是预知愿景 后来我问他 我说我们电视台怎么不能这么搞 他说你比如说电视台 你们传统媒体啊 投入也相当的大 对这个市场都会看的 对吗 你这种媒体投入也也巨大 你的市盈率是稳步上升的 他说没有什么东西比得过网络上的这种游戏 因为大家看的就是这玩意要增长啊 能成倍的增长 他们那天讲说那个百度那个什么李彦宏说是还是比较有风度 说是什么定的是37 但是实际上上市第一天还是第几天涨到100美元 那么李彦宏说说那我也没有什么抱怨的 反正就值这么多 可能当时 但是这个故事让我想到什么 他就是所有人投资你的 看重的就是你未来50年 对 可是我不禁就有了一个人类前途的一个发问 就是说 如果我们人类把未来50年的利润都预先现在拿了 那这个我们的前景会怎么样 我没有这种问题吧 重点是还不是你拿了 是公司那些高层拿了 你股民还不见得拿了 因为你有时候买了这个股票 你IPO的时候你上市你抽到 他第一天有涨有的是跌的 那有的就一开始就像他们说投行股高了 你拿的时候认购价就高了 那等到后面一开盘跌破 像去年太多的地产股对不对 因为没想到调控说的这么紧 你一高就你买的时候高就一跌破 从此没再回来过 是啊 是啊 但是他们已经集资了 他们已经拿到那个钱了 所以我就觉得就说最后就是砸谁手里 就跟那个抢椅子的游戏一样 看谁砸谁手里 大家都能捞一手捞一手 看谁最后 对吧 以后全天三人行摆两把椅子 全天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小朋友们的家伙计划的优优独播剧场上 是十分之志愿者是一个人生的 在河南前享受的一个大肌房 是这个人生的一位 在河南前享受的地ił望 感到战友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想象一下在没有微博的年代他在两种情况下会骂 第一种情况是两人单挑私下打电话见面怎么骂都行 另一种就是公开的在记者招待会上舆论上互相放话 但这一次是两种都否 你想想看这两种情况正常情况下 我猜李国庆跟大魔女在刚才我们说的传统的两种情况下 他们是骂不起来的 第一你真心再恨大魔 你今天不会走上去大魔 我今天我要告诉你们 你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他不会这么骂 对不对 面子上太难看了 第二他觉得要公开搞个记者招待会 那是等于是公开宣战决裂 跟一家公司 他也不这么选择 于是他们这回选择了第三条路 这第三条路就是微博 从这里就看到微博 他这个新媒体的性质多暧昧 他暧昧在什么地方 他给你一种感觉好像是私下的交流 但是他就不完全是私下 他既有公开记者发布会的效果 但是又具有私下的那种暧昧 所以他连很多本来不应该公开讲的话 他都公开讲了 你比如说像你刚刚讲的那些 双方老底都扯出来了 如果是一个公司经过公关策划 很明确的要发布给媒体听的记者招待会上 他能说这些吗 他不会 对不对 所以让他给我们一个机会了解真实 对 所以我觉得微博这个东西 是很多人在用它的时候 不注意到它的某种的危险 这个危险是什么呢 就是说今天包括微博 Facebook Twitter这些东西 这些社会网络 社会新媒体啊 它其实是一种 我们过去没见过的崭新的媒体 我们以前呢 按照传统媒体观念 我们世界呢就分两块 一块叫公 一块叫私 私下说什么 公开怎么样 但这些媒体的出现 它是砍出了第三条路 在公私之间 所以很多玩微博的人 我发现啊 他们每天太习惯了 手机上 随随 你知道我刚刚看到又婷了吗 我刚刚呢 看到又婷跟一个男的咕咕哒哒哒 怎么样怎么样 我给大家看看 所以说 他最初以为这是朋友间的交流 没想到他曝露了 竹又婷的一个隐私出来 对不对 你记得就是说他们讲啊 就是说这个这个骂人也是个艺术 就是说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 就说赞美 据统计啊 人类至少三分之一的赞美 都是虚情假意的 是 但是呢 99%的骂人 都是真情实义的 真情实感的 而且为什么说骂人 你知道我想起来啊 我原来在那个武汉大学读书 我们那个时候啊 放那个露天电影啊 有时候武汉人吵架 那是有名的 对 而且真的 女的比男的强 我跟你说 你就会感觉这种心态很有意思 有时候有时候放电影之前站座位啊什么的 是 一男一女 骂起来了啊 骂到最后啊 呃 他意识到围观的存在 其实骂到最后啊 这两个人都有点得意洋洋 已经有点表演的性质了 他不是再是骂对方 而是骂给周围人看 你周围还有掌声吗 哎呀 说得好 看谁骂得好 对 这个他已经有种这么很有意思的 我我我当时大家看的就乐 而且他们也乐在其中 很享受看谁骂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绝啊 什么很 三只眼啊 三条腿啊 那个非常绝的那个语言 你知道吗 所以就这样的情况 就是转到微博上 其实一样的啊 你只是那些观众 你不是直接看到 但是微博最好的一个事情 它是马上立即的回应 当我常常po一条微博 不管放上什么东西 你可能一秒钟之内 会有好几十篇的回应给你 你是可以立即收到 那个感受的 那这个感受 你做电视 你是看不到观众 你不知道那个feedback是什么 但是你做微博 是马上可以的 而且他接近明星的真实 就是尤其什么 其实在中国的微博 比较特别 我觉得是在国外的推特 刚开始是一般人在用 但是中国的微博 就起来是因为明星在用 我看到王菲 原来他私下讲话是这样 他跟那个 朱立波他 不是朱立波他跟那个 反正他在 顾德纲 顾德纲之间 对他们可以这样对话 而且对话给你大家看 然后他们 私下是这样子的时候 你会觉得接近他的真实 所以一刀两刃 同样的 你在骂人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 你是什么样的心态 所以这有点危险的 就在于你刚才讲的 那个关键词 原来私底下的王菲 是这样 我们都有这个想法 对不对 问题就来了 王菲平常那么不喜欢 见记者 不喜欢跟媒体说话 他为什么在微博上 他却放开了呢 也就是说 其实很多这些明星 他在利用这个媒体的时候 他忘记了 这是多么的公开的地方 他们不在意了自己 其实在做一个 对自己其实很危险的事 假如一个明星 像王菲这种人 他在意自己的隐私 在意的那么厉害 他今天用微博 用的这么不小心 他说出来的每一句话 将来其实累积起来 都是他的隐私的 在这个情况 我觉得相当大的明星 心里是有数的 他不是说 控制不住 哪些是能给你们看的 当然给你们听的 哪些是真正的隐私 不能让你 他当然心里有数 但是这个是正在学习的过程 因为我现在看到 其实很多人在后悔的 其实是包括骂人 其实我觉得人是一种触景生情的动物 情境动物 而且往往你是搂不住的 你看你有一个管道 盛着火就出去了 但是一旦见到后果的时候 你才知道吗 对 他的另一个问题 就像你刚才讲 也是又婷讲他的好处 他够快 够快呢 你少了一个过滤的过程 所以骂人 为什么骂的特别多呢 因为以前 比如说一个公众人物 要公开骂人 他气起来了 到他骂之间 他是有可能有几天的距离 那几天 他可能盘算过 有人出谋献策 怎么样 最后骂出来的又得体 又漂亮 对不对 而且我觉得他想五天 不想骂 对 他现在气一来 手机拿着 没错 就摇滚歌车就来了 所以你说人现在好寂寞 他连骂人都希望有人支持他 像你在骂的过程 第一个你去发现 第二件事情 你希望有共鸣 其实你骂的当下 你一定知道的是 我希望有人支持我 挺我一下 因为我一定是觉得 我好 怎么这件事只有我在气 所以你发出来说 你希望有人挺你 所以你会觉得这是一种 情绪上的依赖 本质上是不是 都有一种巨重的本质 希望挑动群众 是吧 咱们去下一个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中国人走向世界 不靠花拳绣腿 只有掌握核心 才能出手制胜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成为世界名牌 好空调 格力造 而且我觉得微博的语言啊 它会天然的让人容易更直接的骂人 它不只是让你情绪过滤时间短 而且它字数的限制 对不对 要把它精准 对啊 要短 那就肯定是最直接的话 比如说你如果很斯文的骂人方式 说哎呀 朱又廷小姐 您这番话 呃 我虽然很欣赏 恐怕我是不能同意的 不好意思 其实你再换另外一条微博 但是微博说朱又廷 你这什么什么 就这样了 对不对 是 所以他这个空间 他的速度 是更容易让人上火 所以我在微博上老看人骂啊 就是跟这个 这真是一种先行人际关系 对吧 后面有些时候 我们俩如果面对面 我哪怕对你有不满 有些话我说不出来的 对吗 哎还就是这样 你说你这个感觉很对 就是暧昧 对 他是一种什么什么和什么什么之间 嗯 他就这种玩的就是这种意义 他就是哎弄弄弄弄弄 而且新浪今天中国流行的像新浪啊 我们这些微博啊 跟原来西方或者中国大陆以外 像香港用推特还不一样 嗯 像推特 Facebook 他是一些 你是给自己朋友的 对 你可以拒绝的 嗯 但是新浪微博是全面公开的 是 所以这个公开的我成员 就是一个媒体吗 他就是个大众媒体 没错 我那天还看到一个年终总结 还讲到中国微博 就都跟在跟西方就很多东西 到了中国呀都异化了 比如说他都在西方 微博是人与人人际之间交流的一个工具 他在中国甚至他发挥了伸张工艺的这个功能 对吧 他这就是说在很多时候就说有些情况下公媒体变成了为私人所用 对啊 但是像微博在很多时候也发挥什么呢 私媒体却为了公益 他起了造势 像乐清那个案子对不对 乐清的那件事情 就是中国税全都靠微博来围观嘛 嗯 在这个角度上微博也很有好处 就比如说比以前几年的博客热 嗯 或论坛热 微博有个很大的不一样 就是博客啊 你写一个像样的博客文章 坦白讲有点难度 是 但是微博呢 技术门栏太低了 嗯 低到一个程度就是他真的是全民参与 他以前更民主 我也是一个微博 没错 那而且我觉得 可是这样下去下来 我觉得大家就越来 这个思想就像说越来越快速 我就不喜欢用长的文章了 就是说我们今天还在讨论说 因为我们做天下网络 我们说我们这么依赖的微博 那大家还上不上开新网呢 你还上不上Facebook 你上不上Twitter 这些都上 但是唯一一个不上就是博客 我们已经开始不看任何人的博客了 因为太长了 你已经不习惯了 可是这样我觉得这样下来 其实对全 不管就国外国内 我觉得不好的是 你就不思考啊 因为你什么事情都喜欢 回口而出的东西 对 我不思考了 这不太对 你看任何人 我也不想他闻到了说 只想看他一句话 你干脆都给我一个call 就像我们叫影言 或者是你给我个经典的名句 我反而比较直接 我就值得买书了 你怎么真实啊 你怎么真实啊 所以现在为什么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shallow 浅薄 它就更shallow 它就赤裸裸的 对